拜登同意给乌中程火炮再发7亿美元武器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5月31日同意 向乌克兰提供少量先进的中程火炮 这是预计将在周三6月1日公布的最新援助乌克兰7亿美元武器计划的一部分 综合多个媒体的消息 拜登高级政府官员表示 在乌克兰保证不会使用导弹袭击俄罗斯境内后 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提供高机动性火炮系统海马斯 该火炮系统可以准确击中80公里远的目标 拜登周二5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专栏文章表示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将通过外交斡旋来结束 但美国必须为乌克兰提供重要的武器和弹药 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高的筹码 拜登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炮系统和弹药 使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 拜登政府官员周爱表示 海马斯火炮是美国最新向乌克兰提供的7亿美元新安全援助的一部分 其他还包括直升机、反火力雷达、一些空中监视雷达、额外的标枪、反坦克导弹、反装甲武器、战术车辆、弹药和配件等 美国决定给乌克兰提供比较先进的火炮系统 试图在帮助乌克兰能够对抗凶猛的俄罗斯火炮 和不能够让乌克兰击中俄罗斯境内目标 以引发战争升级之间取得平衡 乌克兰官员一直在向美国和西方寻求能够向数百英里外目标 发射一连串火箭弹的远程火炮系统 以期在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的反侵略战争中扭转局势 拜登周一30日表示 美国不会向乌克兰发送可以打击到俄罗斯的火炮系统 但是拜登也不排除为乌克兰提供任何特定的武器系统 只是师傅对乌克兰如何使用这些武器设置了条件 拜登希望帮助乌克兰自卫 但一直反对给乌克兰提供可以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武器 在拜登的纽约时报文章中 他还说道 我们不鼓励或允许乌克兰在其边境之外进行打击 我们不想仅仅为了给俄罗斯带来痛苦而延长战争 海马斯火箭系统将从五角大楼的武器库城中取出 并迅速运入乌克兰 乌克兰军队还需要接受对新炮火系统的使用培训 这可能需要至少一两个星期 拜登政府官员们表示 向乌克兰发送的海马斯火炮系统 安装在卡车上 可以携带一个装油六枚火箭弹的弹药箱 该火炮系统可以发射中程火箭弹 这是目前的援助计划 它也能够发射远程导弹 其射程为300公里 但这部分不属于目前的援助计划 预计乌克兰可以在其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使用海马斯火炮 在那里 它们既可以拦截俄罗斯的火炮 也可以在战斗激烈的城镇 如西维耶·顿涅斯克 消灭俄罗斯军队的阵地 西维耶·顿涅斯克 距离俄罗斯边境90英里处 位于顿巴斯的颅干斯克地区 是乌克兰政府在颅干斯克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 俄罗斯意图在更多西方武器抵达乌克兰前 拿下西维耶·顿涅斯克 以全部占领顿巴斯 自2月24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一直试图走一条狭窄的路线 向乌克兰提供击退俄罗斯所需要的武器 但不能够激怒俄罗斯总统普京 以引发在欧洲其他地区的更广泛冲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乌克兰的顽强抵抗赢得了美国和西方的敬佩和支持 他们随之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力度 上周六 5月28日 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科西·列茨尼科夫表示 乌克兰已开始接受来自丹麦的鱼叉反舰导弹 和来自美国的自行榴弹炮 由于战场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其他城市地区 转向更为开阔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 乌克兰急需远程武器和重型武器 如火箭炮和坦克 为此乌克兰总统德联斯基 一直在恳求西方 尽快向乌克兰发送 多管发射火箭系统 MLRS 以帮助阻止俄罗斯对顿巴斯地区的破坏 MLRS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 远远超过海马斯的射程 不过海马斯也可以发射许多于MLRS相同类型的弹药 曾在2013年至2016年间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 已退役的美国空军将军菲利普布里德洛夫认为 乌克兰需要MLRS火箭炮 布里德洛夫将军说 这些是我们还没有给他们乌克兰的非常重要的能力 他们不仅需要这些 而且他们一直非常大声地解释 他们想要这些 我们需要认真的为这支军队提供补给 这样他才能做出世界要求他做的事情 在战场上独自对抗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美国最新的7亿美元武器援助 是迄今为止 拜登批准给乌克兰的第11个一揽子计划 也是第一个利用国会最近通过的 400亿美元安全和经济援助的计划 总体而言 自拜登政府折政以来 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大约5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其中包括 自俄罗斯2月24日 入侵乌克兰以来的大约45亿美元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和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